两年半的时间 叶松为了满足女友的高额开销 他拼命地赚钱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午饭只吃泡面和廉价快餐 为了帮女友实现开店的梦想 他甚至不惜卢网贷 借高利 最后把自己弄得负债累累 苟艳人贤 而榨干了叶松最后一滴油水的女友 却在叶松最需要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分手跑路 叶松 我是爱你的 但我们已经没法继续在一起了 现在你连我最基本的开销都满足不了 还在外面欠了那么多债 今后的日子里 你又怎么给我最基本的幸福 我很想和你在一起 只是 你还不够努力 我们分手吧 两年半 一百万 我把能给的一切都给了他 换来的却是一句分手 我付出了一切 却换不来爱情 这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累了 毁灭吧 就在叶松准备从天台医院下试 夜空中一道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 黑夜中闪过一道流星 都说看到流星许的愿会很灵 他姥姥的 天大爷 我都叫你大爷了 许个愿 下辈子让我做个有钱人吧 大道流星好亮 也好亮 忽然间 叶松似乎发现那道好快好亮的流星直奔他而来 不是吧 妈的 我活得已经够悲惨了 天大爷不会让我还要惨到被外星石头给砸死吧 姓叶的 你以为躲在天台我就找不到你了 顶你个费啊 三天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 再不交房租你就滚蛋 呃 叶松站起来 看到离开的房东 一脸猛低 这到底咋回事啊 不是思想斗争了一晚上 自我劈啪了一晚上 我不是要挑了的吗 怎么太阳晒屁股了自己还睡在天台上 这日子还能过吗 这日子没法过了 叶松摸出手机来打开看了看时间 11点42分 未接电话44通 其中一个号17通 其他还有7个号 不用想就知道是要债的 催个毛啊 催也没有 老子早就山穷水晶了 然而在叶松看到那个号码时 老子里忽然显现出一个画面来 11点44分会打过来 11点45分会打过来 11点47分会打过来 11点49分发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 还钱 不还钱会打给你所有亲戚朋友换你的名声 嗯 这是什么东西 被催债催出了幻觉了 正胡思乱想中 手机震动起来 有来电 一看号码 居然就是刚才脑子里出现的这个手机号 当然不接了 有的他想 想完了他就不想了 震动停止了 叶松盯着手机成盈 时间显示到11点45分 忽然间手机又震动起来 还是这个号 不接 震动完了又静止下来 安静了两分钟 然后又震动起来 还特么是这个号码 顶你个废啊 这么顽强啊 我不是个老赖啊 也不想做个老赖啊 就是给生活逼的呀 三通电话未接 手机终于安静了 哼 不是要借短信 就是要借电话 看来昨晚没从天台跳下 就是个错误 操蛋的人生啊 又是一条短信 点开一看 居然就是刚才 那个未接电话发来的 还钱 不还钱会打给你 所有亲戚朋友 换你的名声 哎 叶松一声叹息 吐槽的话都懒得说出来 看着短信时 忽然脑子里一阵 我去 刚当脑子里出现的 那个画面是啥子意思 那个号码 那一串显示的信息 这什么意思啊 我能看到未来的信息 叶松呆了呆 再调出脑子里的信息一看 11点55分 那个号码会再打一次 然后就隔得久了些 到明天的11点40分 这手机号一共会打14次过来 看看手机上现在的时间 11点51分 离11点55分还有4分钟 是真的能预测到未来的信息 一颗星平平跳着 叶松停住呼吸死挨着 一秒一秒的暗暗数着 煎熬着 直到时间跳到11点55分 手机响 叶松一看来电显示 顿时兴奋的跳了起来 还是那个号码 我 我真的能预测到未来的信息啊 嘿嘿 老啊 就老爷啊 奶啊 爷爷啊 菩萨呀 保佑保佑你们的孙子外孙子 发大财呀 发了大财 你们的外孙人孙子 我保证天天给你们 烧一大堆花不完的明币 豪车美女一样都不少 但是怎么发财呀 叶松脑子里 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 就是买彩票 特么的 劳资 要把奖池掏空 叶松来到彩票店 摸了摸裤兜里 那皱巴巴汗晶晶的五元钞票 就剩五块钱 花两块钱 就只剩三块钱了 这五块钱 可是我以后万一金融帝国的起点啊 随后叶松盯着双色球走势图时 脑子里顿时冒出激动人心的画面来 双色球20240517开奖 于2024年5月7日晚21点15分开奖 红球号码为5 9 13 20 23 28篮球号码为05 姥姥 奖池里还有10亿啊 可惜裤兜里只有五元钱 仅够买两注 中了也就一千万元出头 我以姥姥的名义发誓 下一期一定掏空奖池 随后 叶松把预测的号码写出来 然后摸出那张皱巴巴的五块钱 走到销售基纳尔打了出来 我不是要打两倍吗 准备再重打一注时 叶松忽然感觉不对劲 脑子里的画面数字忽然变动起来 像跳动的电子号码一直翻滚不停 这是怎么回事 他这预测的号码 在叶松打出奖票后就有变动 不是吧 有带这么玩人的吗 等停下来的时候他发现 开奖号码有变化了 而且还多出了数组号码 要想彻底中奖按照现在出现的号码组数来看 起码要一千多块钱了 而且他在买这些号码的话 因为再次切入开奖号 怕是又要成倍的增加变化了 那又得更多成倍的钱去买彩票 囊中羞涩也没心思去逛街 回出租屋后又萎缩了一阵 然后一咕噜爬起来又测试预测 把彩票号码再次预测验证 还真是那么回事 他如果不买不切入中奖号码 那个号就不会变化 他一买就会产生变化 而且会随着倍数的不同而言 如果他只买一种 那变化后的中奖可能就有十余种了 如果买两倍 变化就成了一千余种 如果他想买几百倍一下把奖吃掏空的话 结果花的钱至少要几千万 然后看股票 随便找了一只股票代码一看 24小时的预测就出现在脑子里面 想了想 然后想了都我买一万块钱的念头 股票预测走向没有变化 再想买十万块钱的念头 股票预测一样没变化 想到买一百万的时候 有了一丁点变化 变化才稍微明显了一点 但依旧不大 看来玩股票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玩股票要本钱啊 我哪来的本钱 现在的他找哪个借钱恐怕都借不到 又不忍心找还在农村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老父母要钱 他们会给 但他们那点钱连水都打不回 妹妹还在上高中 摊上他这么个哥哥也是有够倒霉的 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9点15分 打开电视看开奖 说实话 感觉是很不安全了 但就是还抱着那么几分希望 随着开奖机搅动 叶松的心都跟着搅动起来 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 第一个球滚出来了 是28 有 第二球滚出来后是23 也有 叶松传起粗起来 越发的紧张了 叶家十八代祖宗都来保佑了 千万莫变 一定要中奖 第三个球滚出来 是20 紧接着是5 9 13 天大爷 以前你总不让我走点狗屎运在啥就不提了 现在 如果你来我家要啥我买啥 啥都不说了 一个字 争 第七个篮球摇出来 是6 我操 叶松心头一揪 这最后一个球变了 他买的是我 一等奖变成二等奖了 奖金立马缩水十分之九 半小时后奖金数字出来了 心好痛啊 二等奖19万 一等奖610万 610万变14万了 19万多的奖金除了20%的税后 还能剩14万多块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有14万多块钱足以摆脱我目前的困境 也有完股票的启动资金了 叶松的银行卡里现在有14万6千多 还了3万7的信用卡债 国家的钱不能钱 4人的先放的 还有10万零9千 想都没想 直接赚了10万块到股票账户 这是6600元 272的房租补给你 剩下4400欲交两个月的 你哪来的钱 我说我中的彩票你信不 你玩扶我呢 没法子啊 下海了 找了个富婆折腾了一晚 谁让我穷啊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胖房东催了一口明显不幸 你玩还扶我啊 有钱收拾好事 管他是怎么来的 就他这怂货量也不敢去偷去抢 借的 还是卖血的我才不管呢 叶松回屋后把门反锁了 安静下来后拿出手机打开证券 悬谷 研究后选了一只科技股 入手股价刚好19元 10万块钱只够520手 一手100股 一共9万8800元 第二天开盘后中午11点44分成交 卖出数为10万8576元 减去本金9万8800元 净赚了9776元 然后又是选股 继续全仓吃尽 星期二卖出 纯赚14700 股票账户余额变成了134252元 星期三的纯利润是17000多 余额15万多 三周下来 10万块钱变成了57万多 净赚了478000 第二个月更吓人 证券账户余额就变成了197400 炒股第三个月的时候 账户上的金额已经过300万了 8月29号是叶松25岁生日 股票账户里的钱已经有900多万 先转了450万出来 今天去买个房 再买辆车 算是给自己25岁的生日礼物 活到25岁 还是第一次送自己礼物 以前是哪天过生日都忘记了 天仲成 目前山清面积最大 配置最好 单价价格高的小区 天仲成寿楼部修建的很气派 大厅里一个偌大的沙盘模型 围了一大圈人 有客人也有寿楼员 来看楼的基本没有担任的 都是一家大小一起的 买房子不是买堂堂巴巴 得慎重 你过来一下 卫林 别搭理他 这年头买房都得靠父母 你看他那富穷三项 又是一个人来的 肯定是个买不起房 来这里过眼影的穷屌丝 接待他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你没看这么多姐妹 没一个肯来招呼他的吗 怎么说他也是客人 都开口叫人了 总得接待一下吧 说不定他真是来买房的呢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好 是看房吗 我是天纵成销售顾问 卫林 很高兴为您服务 来半天了没人理 也不晓得你们这房子卖还是不卖 卖 当然卖呀 今天来看房的客户特别多 有点忙 真是对不起 请问先生您要看买一种 我们这有很多户型 你是要面积大的还是面积小的 我要看线房不看毛沛 房子最好大一点 视线好光线好 我们有两种户型符合您的要求 一个是170平方米的楼王 四房二厅四位 两个大阳台 售价100万 另一种是限量型的富士楼 一共只有四套 一套面积有220平米 赠送120平米的私家空中花园 走 就去看那个富士楼